哎呦我太感動了 董哥 嘿嘿 你終於可以在一個洗衣洗車間旁邊 過來洗車間 對啊 我很好奇是不是 是哪裡可以投幣到底 投 直接送刷卡 剛好有一個差不多可以投幣的地方 請投 我的 我的豬公不是在背上面都會挖一個洞嗎 你不要投錯 哎呀 很感謝憲哥 就真的剛唱這個舞庭 這首歌在我剛出導19歲的時候 我演唱就是跟憲哥一起 對然後那時候憲哥非常的挺所有的 我們的子弟弟們 我的第一部電影 的女主角也是憲哥 太厲害了 他竟然拍過國際大導演 所指導的一部電影神探兩個半 他是女主角耶 然後男主角是誰你知道嗎 乘上去給未來電影台 他們說 哎呀這個不好 這個沒有知名度這不行的 周杰倫 對不對 對 那時候他還穿住 對 好像長得又不帥 算了這不行的 但是到最後 雖然沒有用到他的人 但是有用到他的名字 兩個字而已 周杰 周杰 然後是陳小春也 陳小春也 是名字寄人家這樣 但是呢 今天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給搞清楚 好不好 啊 跟周先生有關的 人家過那麼多年以後 已經變成周董了 嗯 雖然 我是無創犯人 但這句話 我今天就在這裡 你一定要給我這個回答 很清楚的喔 不要打擦邊球之類的 屋頂這首歌 我是原唱人 對不對 是 然後當時我們倆一起合唱 對不對 是 後來這首歌 你又跟周杰倫又合唱過一次 是 那麼跟兩個男主角一起合唱的感覺 全世界最清楚的 應該就是你們 所以 請當著我 一萬兩千多名 我Jacky Wu 吳宗憲的歌迷 的面前 告訴我們 屋頂這首歌 是憲哥唱的比較好聽 還是周杰倫唱的比較好聽 請坐 答案 答案就是你們覺得呢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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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要聽的是你 親口講出來 我真心覺得 我真心覺得 原汁原味的 Jacky Wu最好聽 哎呀 掌心不厲害 有沒有看到 對啊 陳土你所講的嘛 屋頂這麼好的一個歌 他唱的太假掰了 對不對 他為了我也都會啊 對不對 阿咪老師給我一個屋頂前奏 他怎麼唱 各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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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段表演昨天沒有 叫了 來 還不錯 不錯 還不錯 哎呀 還不錯 你應該自然順唱把它唱出來嘛 對不對 還不錯 他咬字也不好 對不對